宗盛期撞脸猪石帽 网友狂喊不可思议 你觉得相似成不己成 不过好演员从来如限制于外表 宗盛期也不例外 他的演技不算优秀 但并不妨碍他努力成为好演员 俊秀的面容或许是他的资本 但并不是他的全部 要知道能上我就是演员 这档风云节目的 一定是对演戏也有极大热爱 如果只靠流量没有作品的 那些演员是不会去的 第一他们不想被骂 更不想突破自己的短板 第二他们没有必要破坏自己所谓的形象 曾顺兮不同 这个节目当中无法有得高望重的前辈 与他们请教学习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近日网传曾顺兮撞脸猪石帽老师 曾顺兮撞脸猪石帽风格虽然不同 曾顺兮少年感更强 朱石帽更有年代感的帅气 但都是浓眉大眼的英气男子 综艺节目 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 放出新问题 所以你觉得相似程度有几成呢 相信不久的将来 曾顺兮不会是在靠脸吃饭的流量 而是靠作品让人记住的流秀演员了 松顺兮撞脸猪石帽 过来 这次会有点赞 调子 再来 调子 用一个声音吗 好 赞 调子 先来 调子 再来 调子